如何精简又精彩地叙述一个故事 是许多人文真善美之宫的困扰 感觉到很多东西要放进去的 没有的放进去 就好像很多东西没有的传达到 在人文学校的部分 也是这么立场 那到底要写出什么 要拍摄人家拍什么 录影的人家录影什么 那我们都在这个方面遇到瓶颈 这里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个部分 就像说 带电视台制作人李新元 到马来西亚槟城 与人文真善美之宫分享 20年说故事的经验 我也想把这些说故事的技术 能够分享给人文真善美之宫 因为这些良善这些美的故事 它真的值得我们用心 用好的创意去把它记录下来 还有人特地从极大远赴而来 只为学习更多 从老师身上就学到了 如何以创意的方式 来迅速我真实的故事 然后如何呈现它精彩 甚至动人心的一面 课程后 大家更有信心为人间真善美 留下足迹 大爱新闻庄志文 黄亦勤 陈瑞文 马来西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